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有一个多项是X加Y加Z加U的五次展开合并 最后他问你说X平方Y平方Z的同形象 那为了怕这个学生不知道 这里同形象的意思就是说 结果我会有两个有平方的和一个一次的 还会有一个没有 因为我本来有四个位置数 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完全没写出来 零次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项有几个 那其实我刚才已经 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已经解释他要怎么做了 就是说XYZU怎么样 会有两个是有两次 有一个一次的还有一个没有的 这样知不知道这个单是多少 一对一配对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是4接除以2接2接 所以是六种 来看第二小题 他问你那X平方Y平方Z这一项 如果整理完合并完之后 这一项的系数会是多少呢 我有五个括号 五个括号最后要产生X平方Y平方Z 代表五个括号里面 有两个括号要出X 两个括号要出Y 一个括号要出Z 所以两个括号会出X 两个括号要出Y 所以两个括号会出X 两个括号要出Y 一个括号要出Z 没有括号要出U的 所以他会是什么就是5接除以2接2接1接 可以吗 所以是30 那要注意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除这个2接 要会去想 第三题 问你XYZU的系数是多少 那在这里就直接说他的答案是0 介绍一个名词 我们这个X 加Y 加Z 加U 如果你乘开来的话 每一项在这五个括号里 你一定得出X 或Y 或Z 或U 也就是说你整个乘开来的话 你每一项X Y U 系数的合一定会是5 这个我们称为其次多项式 你要不然是X5次 要不然是X3次Y平方 要不然就是X平方Y一次 然后什么Z一次U一次 那你最后合起来一定会是5次的 这样叫做其次 那怎么样会不其次呢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官号里面是比如说 X加Y加1 比如说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三个括号 有可能出X 或出Y 或出E 那出到E的时候就没有未知数了 所以他可能会有X三次项 可能会有X平方Y项 可能会有Y三次项 也会有XY这一项 就是说一个括号出X 一个括号出Y 一个括号出E 对不对 也会有Y这一项 就是说一个括号出E 一个括号出Y 一个括号又出 对不对 所以他就没有其次 那这个就有其次 所以在这个其次多项式里面 是不会出现这个四次的这个项的 那么最后问你 最后我整理完之后 剩下不能合并的项里面 我们称为一类项 总共会有几个呢 就是他最后会有几项 那这个问题在我刚解释上面这一题的时候 其实有泄漏了他的特色 所以他的答案是 因为我们刚刚说啊 最后怎么样 就是你X几次 Y几次 D几次 U几次 合起来就是五次嘛 所以是H4取5 可以吗 H4取5是C8取5 也就是C8取3 也就是 876除以6 56 可以吗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 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XYZ都在1到20之间的正整数 问你这样子的XYZ的组啊 会有几组 会有几组这样子 那个先看懂符号 这个N of一个集合 问你这个集合里有几个元素 他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XYZ的资料组 好 所以他问你这个N ofA 他其实就是问你说XYZ 符合这条线是后面是条件 符合这些条件的XYZ组有几组 好那什么条件就是他们都要在1到20之间 而且X小于Y小于Z 好那说明完题目之后那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就是说你中间XYZ中间都没有等号 没有等号代表他不能够重复 所以1到20之间选三个不重复的数字 怎么样呢 当你顺序固定的时候你是不能兑换的 就是说假如我选到了172的话 我一定是排成127 所以就没有这个谁先谁后的差别 你就是选三个数字这样子 所以第一题的话就是20取三个 那第二题的话你就看到他都有等号对不对 都有等号代表可以重复 但是一样没有顺序的差别 所以你只是告诉我说什么 一有几个 二有几个 三有几个 四有几个 五有几个 这样子 假如我最后跟你说我选的是 比如说一个三和两个十一 那他就是三十一十一 因为小的要在前面 那如果我选的是 这个两个七和一个十二 那他就是七七十二 对吧 他也不能够 然后顺序也不能对调 那所以有没有懂 就是最后答案是什么 就是一有几个 二有几个 三有几个 四有几个 五有几个 一直到二十有几个 全部合起来 其实总共只有三个而已 所以是H20取3 一到二十里面总共就是选三个数字 还记得吗 相议的二十个东西里面 选三个出来 这样子 那第三题 这有点意思啦 前面这里有等号 后面这里没有等号 那怎么做 你可以按个暂停想一下 前面有等号 后面没等号 我们干脆猜成两组 前一组是没有等号的 那没有等号的就回来第一题 这个是C20取3 后一组是就是等号 那注意两件事情 没有等号和就是等号 合起来就是有或没有等号 第二件事情 那这两个中间有没有重复呢 是没有的 因为X有等于Y 就不是小于Y 就没有等于Y 那有等于Y就跟他是 没有重复性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 等下直接加起来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就是20个数字里面选两个 小的那一个我要重复两次 也没有要排顺序 因为就是小的放前面 然后小的那一个我要重复两次 所以他会是 这样子 所以这个答案最后就是 C20取3 加C20取2 这是这一题 然后我们来看上面这一题 X加Y加Z加U平方等于12 那很明显 那个U平方是来捣乱的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我们讲说这个 你要他正整数解吧 我们就之前学过 每个人都先发一个就可以了 那这个U平方怎么办呢 那既然他是问题的真结所在 我们就是要先讨论他了 那因为正整数的平方 小于12的其实就是怎么样 14和9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去讨论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边如果扣掉14和9的话 这里剩下11 8跟3 对不对 那剩下的去分这个说要 都要正整数 所以都要至少要一个嘛 3的话就没有得分了 这是H3取3 不是H3取0 因为要先给一个 所以是1 然后这个8的话就会变成H3取5 一样先给一个是取5 所以是C7取5 也就是C7取2 21 然后如果是U是1的话 那么就是H3取 11 一样先各给一个扣3 剩下8 所以是C10取8 也就是C10取2 所以是45 所以一共有 67 小黄小伯小汉 三个人 小黄小伯到小汉加完 小汉拿出一盒巧克力给大家一起吃 盒中有8种口味的巧克力 然后每一种各两颗 一个小时过去之后 发现8种口味都有被吃 而且没有人把同一种口味的两颗都吃了 也就是说就算那种口味被吃两颗 也不是同一个人吃的就对了 那么请问你这三个人 在刚才的那段过程中 到底谁吃了什么 有几种吃法 那他在考试的时候 选项就有带这个翅膀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8 就是说他要问你说 最后有几种吃法 这个答案是几的8次 这个翅膀本身是有意义的 它本身是有提示效果的 它的提示就是提示你说 你可以把这8种巧克力分开来看 就像我们刚才5个颜色的笔分开来看这样子 你如果把这8种巧克力分开来看 你就可以决定里面的这件事情 然后再把它8次就好 OK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 我们就先不要管8种巧克力这件事情 我们只看一种 我现在有一种里面有一个口味的巧克力 原本有两颗 现在被吃了 有被吃也就是说不是没碰到 有被吃只是不见得是吃一颗或吃两颗 然后也不知道是谁吃的 这里面有几种 A口味 跟甲乙饼 怎么样呢 A可以被甲吃也可以有被乙吃 但是最多只能有两个人吃他 可以吗 那他要选甲还是逸乙 而且同一个人不能选两次 因为同一个人没有把两个口味都吃掉 变成他要在这三个人里面 不重复的选两个 在甲乙饼之中 不重复 不重复 选两个 以下 选一或两个更正选一或两个 选如果我已经知道我选两个了 那就是C3取2 就是说三个人选两个 如果我知道我只有选一个的话是C3取1 对不对 那合起来的话就加起来 就是C3取2加C3取1 所以你的一个方式是写这样子 C3取1加C3取2等于6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你可以决定就是说那我又没有被假吃 有没有被乙吃 有没有被饼吃呢 所以你也可以说我是2的3次 有没有被假吃有没有被乙吃有没有被饼吃 对不对 2的3次里面怎么样 但是呢 我不能够被 我不能够都不来吃我 所以要扣掉都不来吃 然后 我也不能够怎么样 三个人都有吃 所以要再扣三个人都有吃 可以吗 所以也是6 因为我总共只有两颗 所以你也不能三个人都来吃 所以总而言之 这两种方法算出来都是6 那这一集你就会发现答案就是6的8次 因为8种口味都是这么样的情况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